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从这个波罗的正中间把它切开 两半很漂亮是吧 这一半先放在一边 那么再四分之一再切一下 这是有一半 另外呢 再切一下 切完以后 然后先把这个心给它切掉 那么有些人呢 把它心切掉以后 它们要吃 大家注意啊 我这样切呢就不容易切出自己的手 然后呢 顺着这个边的地方 直接这样切下来 这样呢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 那么用同样的方法 还有一种切法呢 可以这样切 因为实际上上面那个心呢是不要的 所以说 无所谓 你可以把它留在这地方 你不需要把它单独切掉 你不需要把它单独切掉 同样呢 要保留一定的几率 其实不要切的绿皮太近 大家看 这样我这次呢切的稍微多了一点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样就非常好 那么等你切完以后呢 你可以根据你的要求 把它放在盘子里 也可以呢 切成小块 这样呢 把它放在盘子里去 好 这就是我切菠萝的方法 谢谢大家 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呢 有很多人也用 但是呢 我感觉到不是特别好用 也就是有些人呢 会这样 就是先把这个 先沿着这个 这个边 把这个上面切掉 它把这个切掉 这个也是一种方法 但是我感觉到不是特别好用 所以说我就用我自己的方法 它就正好把这个盐的地方把它切掉 这个样子 这样反正我感觉到比较麻烦 大家看它 它是要这样斜着向下切 我们两边都这样斜着切下去 我们两边都这样斜着切下去 大家看 大家看 如果你的刀工的方向呢 掌握的比较好的话 其实也是不难的 大家可以看 那么我这种切法呢 也是可以 那么正好切完以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用最后那种方法 这样把它切开 然后把这个心去掉 这就可以了 这个也可以摆在盆子上 那么也有人这样切 切完以后 直接沿着这个缝来切 切完以后呢 这样装盘 就可以了 大家看 这样呢 一盘分好的芒果 这个菠萝 好 的人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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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好